今年的儀式生活節 從山海萬物出發 今年的儀式生活節 由陶座的土壤、南染的日曬 以及在都市叢林裡 我們所看不見的那些怪獸 他們都在用不同的方式 告訴我們儀式為生活所帶來美好與光芒 那我們就去展場看看 走吧 這次的展覽叫做萬物風景 它其實是集結了我近幾年 對於周遭萬物還有風景的觀察 把它延伸到我的插畫與提桃作中做出來的創作 哈囉 這是我們小島季型香氛 這是竹子2021年新的味道果 然後用很多柑橘類的精油 想要帶給人們一個愉快的感覺 拿竹順著自然的紋理走自然的路 那我們使用檳榔葉竹去生產製作 更貼近於生活的產品物件 我們是來自台中的太平南 我們透過地方植物的採集 透過染汁的工藝做出很多的生活工藝用品 respective opera 不要忘了海鸽台灣工藝競賽展區 那一起來看看台灣工藝師做的作品 我剛剛其實有很仔細看了一下這個作品的論述 那它是一個有身心解面的工藝家所做的作品 那它在探討人的身心還有業 那它其實是可以動的 它下面還有插座 很酷喔 你有想過桌遊可以變工藝品嗎 就有點像大富翁 可以體驗不同當地的文化 你知道新衣商號最棒的地方是什麼嗎 就是有逛有玩還有的吃 那我們來一起看看今年有什麼好吃好玩的吧 每年的公藝之夢系列活動總是可以讓我收穫滿滿的離開 無論是在公藝之夢的展區看見台灣公藝大師的作品 還是在儀式生活節中看見職人用心生活的痕跡 或者是跟我一樣來到新衣商號的展區 逛逛假日好事外 吃吃美食買買小物豐富女的生活 都是很棒的選擇喔 希望我明年可以在展覽也看到你們 那我們就明年見吧 掰掰 看見你們的毛 Nazar 我來看見你們的小物詞 什麼是我的小物語 我把這都頂著我 我的小物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